弄蛋 弄得非常匀 然后我们再换一点红的 也要很匀 我换出来好了 中间那个鲜花 中间这个鲜花 中间一个壳 仔细看你们没有画的人 没有看到我画的人 这两边一共有三笔 这两笔就要低一点 向里面靠拢 这个第三笔就要向里面靠拢 稍微这样一点 扁扁的 这就是他的身体 太大他可不硬 太浓一片黑 所以就有一点 虽然是三个在一起 等一下干以后还是有三笔 看一件三笔 不能够等于是三笔 变成一笔那就混了 然后现在呢 八个角 在两边差不多 差不多二分之一的地方 往上去 上去 这边最好不要太浓 这边最好不要太有一个疙瘩 有水分很多 现在我们就是水分太多 没办法 那这两边要要一样的长 要一样的长 这里面就是他的肚子 现在我们有缺点 现在我们有缺点 这个地方太粗了 等一下画起来就不好看 好 要硬硬的 这个地方最好不要有 有这么浓 这么多水 水分一定要控制 大小要差不多 太浓了也不行 太浓了也不行 好 他这个身长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 就要注意他的长短 他这个是 修起来没有长 他这个就身长一点 所以他的脚是四节 对不对 三节 三节 你看这个水 太干了就变成这样 这个水太多了就变成这样 这个水太干了就变成这样 所以控制的水啊 非常难 好 现在我们换那个两个盒 好 现在我们换那个两个盒 好 盒要粗粗的 两笔 放两笔 对 放到前面的盒 后面的腿 放两笔 好 两笔之后呢 你就要注意 你就要注意 这个 这个两个盒不要一起 要前后 要有前后区别 前后 知道吗 有一个前一个后 不要两个一样一样 就很矮板 好 现在我们换一个什么 换一个眼睛 眼睛 眼睛 眼睛不要长在这里面 长在这里 好吗 就好了 嘴巴呢 嘴巴 我没吃 我昨天才吃的螃蟹 一颗 就是这个 表示说 硬硬的 你看这个 脚细细 可是很硬 对不对 硬 这个地方就是水太少 看不清楚 只会看一点点白的 只会看一点白的 刚才那可能会清楚 所以这个水分非常难控制 她的嘴在这里 她的嘴在这里 她的脚在这里了 是吗 刚才是这里 这个呢 要跟她一样的大小 好 那这个就这个是这样的 现在要往后面去了 这样吗 这样子 好 那嘴在哪里你们看 好 那嘴在哪里 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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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她的嘴在哪里 我让她的嘴在哪里 不要伸出去 眼睛 大顆一點 因為被它遮住了 眼睛